文艺新开奖 我是朱一龙 我是导演刘江江 我是朱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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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朱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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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观察生活吧 我觉得就是 就是 提取一些你觉得 适合这个人物的东西 把它放在他身上 然后当他在你身上 有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至少在这个戏的这个时间里面 你是慢慢慢慢变成这个人吧 就是我毕竟从武汉 从小长大在武汉 待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 我 自己虽然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得过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有很多素材 可以让我 生活上的素材 可以放在这个人物里面 最早我见他的时候 我也心里 打一大问号 就是 这么安静 谦逊 然后 这么漂亮的一个人 就是 怎么能跟我剧本里的三哥 能弄到一起去 我也觉得 是挺 挺为难的 但是 但是他进组第一天啊 就是 把那个造型做了一下 然后开始跟我们围独 开始演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还是我在北京见那个人吗 就是他就像换了一张脸一样 前段时间我一直 有几年我特别喜欢魔术 因为我觉得发现魔术跟表演 其实它是有共通性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你会为他整个技法 然后为他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 而感到高兴 感到很惊讶也很兴奋 其实表演有时候也是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在电影院 坐在电影院的时候 能相信里面的人物是真实的 整个故事是真实的 能跟他共情 能相信他可能是存在 虽然他一定是假的 是大家演出来的 但在那一刻 那两个小时之内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们当时追求的一种气质 就是把它放到大街上 没人能认出来 所以最早我们跟朱铃铃说的是 我们要有挺长的时间去观察生活 这个不是说非得是学 怎么那个职业的手法 是怎么去变成这条胡同的人 怎么去变成武汉这个码头上的 一个市井的人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下了 背后下了功夫的 我第一次跟小鹏一块演一个长篇 电影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过程中怎么去拍 怎么跟他沟通交流 也是一点点摸索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你不能让小孩去 跟一个大人一样 每天在跳进跳出 演的时候你是三哥 不演的时候 你就变成主要 所以在整个拍戏的过程中 我这部戏整个都是 以三哥的状态 然后说话方式 行为方式 跟又有相处 我们其实是从寻找这个小女孩开始 就要把你的重要的那个什么兵力下下去了 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女孩 这个是我们其实最难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是需要三哥 我至今导演 摄影 视频人 整个团队 来营造一个场 来保证我们小悠悠的出彩演出 因为你没法跟悠悠说戏 导演也是 他没法说你这场戏跟三哥之间 他本能的反应就是亲近 就比如说我俩正玩着 然后突然拍一场 我俩的关系不好的戏 你没法拍 因为他眼神和他下意识肢体都是 我们俩现在玩的挺好的 关系挺好的 所以这样一些我们得从头天晚上 就得两个人就有矛盾了 就得制造一个小矛盾 两个人之间有矛盾了 第二天起来之后我还不理他 他就会很生气 我们这个主题 重星星的人 然后天上所有的每一颗星星都是我们爱过的人 我觉得这个我就挺好 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 其实有时候我小时候也是总在想生死 就是万一那天没了 就是有时候会害怕恐惧这个事情 我还不如我就相信说所有的 逝去的亲人 包括自己有会成为星星 然后会一直看着你所有你在意的人 我们说人生处死无大事 嗯 他这传达的概念就是生活中就是 你要更开朗一些更获胆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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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